缅甸,一个被战火和军阀撕裂的国家,近日又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 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缅甸的政治格局,也牵动了中国的神经。 因为果敢地区是中国与缅甸的重要边境地区,也是中国人民的故乡。 以史为尽,可以置心涕,以人为尽,可以名得失,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缅甸中央为何如此执着于果敢地区? 难道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的温床,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其实,缅甸中央更害怕丢掉的,或许不是果敢,而是整个善邦地区。 如果善邦地区发生动荡,缅甸中央将面临更大的危机,甚至可能失去整个缅甸。 为什么说善邦地区是缅甸中央的心腹之患? 为什么说果敢地区的战争可能引发善邦地区的全面起义? 为什么说善邦地区的局势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和解答这些问题。 善邦地区的复杂性 善邦地区的复杂性是缅甸中央的一大难题,也是缅甸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 缅甸中央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持对善邦地区的控制,如分化、收买、镇压、谈判等。 然而,这些手段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反而激化了善邦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军阀斗争。 善邦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给缅甸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缅甸,是缅甸善邦的一个自治区,位于缅甸与中国的边境地带,面积约为4000平方公里,人口约为30万,主要居住着缅甸族、胆族、汉族等民族。 缅甸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缅甸通往中国的重要通道,也是缅甸最大的毒品产地,每年的鸦片和冰毒产量都高达数百吨。 为缅甸的黑市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收入。 善邦地区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与中国、老挝、泰国三国接壤,是缅甸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通道,也是缅甸的重要经济区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水电、矿产、林木、农产品等。 善邦地区的政治局势也十分复杂,这里有多个民族武装组织,其中最强大的是善邦军、SSA,它也是联合国民族委员会、UNFC的成员之一,与缅甸军政府长期对抗。 善邦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善邦国,它拥有约2万名武装人员,装备了大量的轻重武器,甚至有飞机、直升机等空中武器。 善邦军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它曾经多次与缅甸军政府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也给缅甸军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 善邦地区对于缅甸军政府来说,是一个心腹大患,也是一个必须控制的地区。 缅甸军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武力或和谈的方式,消灭或收编善邦地区的民族武装,以确保自己在缅东的统治地位和利益。 缅甸军政府也曾经利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拉拢一些善邦地区的军阀和武装,与善邦军对抗,甚至在善邦地区建立了一些亲政府的武装组织,如孟来的善邦进步等,SSPP,南善邦的善邦复兴委员会,RCSS等。 这些武装组织虽然名义上是缅甸军政府的盟友,但实际上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甚至有时会与缅甸军政府发生摩擦和对抗。 因此,缅甸军政府在善邦地区的控制并不稳固,而是处于一种动荡和危机的状态。 善邦地区虽然是缅甸军政府的心腹大患,但缅甸军政府真正恐惧的,却不是失去这个较大的区域,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项目,一个关乎缅甸国家命运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中缅油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是一条连接中国和缅甸的跨国能源输送通道,由两条管道组成,一条是输送原油的,一条是输送天然气的。 中缅油气管道的总长度为2400公里,其中缅甸境内的长度为771公里,穿越了善邦、克钦邦、曼德勒省等地区,最终抵达缅甸西部的马德岛港口。 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设始于2009年,投入运营于2013年,是中国和缅甸的重要合作项目,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设和运营,对于中国和缅甸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中国来说,中缅油气管道是一条绕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战略通道,可以有效地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多元化,减少对海上运输的依赖和风险,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中缅油气管道每年可以向中国输送2200万吨的原油和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相当于中国每年原油进口量的6%和天然气进口量的10%,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保障。 对于缅甸来说,中缅油气管道是一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作通道,可以有效地带动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增加缅甸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提高缅甸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增进缅甸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 中缅油气管道每年可以为缅甸带来约1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2%。 为缅甸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改善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和保障。 飓风行动 根据最新的战报进展显示,自11月19日起,国赶同盟军、穆邦县人民武装以及若开军队、克伦尼民族保卫军等多方协同合力进攻缅甸政府军驻扎在南渣拉据点的567营地和568营地,经过长达6日的激战。 至11月24日下午5点左右,该处据点被成功攻克。 在此次战斗过程中,多方部队歼面缅甸政府军数量达16人之多,另有31名军人成为了俘虏。 同时缴获了一辆装甲车,两门155毫米榴弹炮及其他各类火炮和装备弹药物资。 据了解,在得知该地区被国赶同盟军围困之后,11月23日,气焰嚣张的缅甸政府军甚至选择使用毒气弹进行反击。 然而,即便面临恶劣的战场环境,国赶同盟军仍坚持对缅甸政府军商者进行积极的医疗救助,以彰显人道精神。 11月24日下午,国赶同盟军与德昂民族解放军第二旅联手进攻了位于西埔与角梅之间的节地大桥前方的两个缅甸政府军据点。 经过一整晚的激烈战斗,至当晚约11点左右,这两座据点均被攻克。 在蒙古方向,11月25日上午,国赶同盟军携手当地武装力量展开对木解金三角口岸的行动,成功解放了木解金三角口岸。 截至此时此刻,国赶同盟军已经夺回四处边境口岸和通道,包括清水河口岸,蒙古边境通道,棒赛口岸及金三角口岸。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功攻克缅甸政府军位于善邦西埔与角梅之间的节地大桥前面的两个据点后,国赶同盟军与德昂军联合作战分队继续对节地大桥发动攻击。 于11月26日早上8点左右,最终全面占领该大桥。 11月26日午后,国赶同盟军与地方武装再度联合将缅甸政府军盘踞在金三角口岸南部的弄砍据点予以攻克。 至此,国赶同盟军攻占了缅甸政府军大小军事据点共计176处,从当前战况趋势看来,国赶同盟军的飓风行动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局限于光复国赶。 此次缅北冲突以来,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劝和促谈,推动相关各方以人民利益为重,尽快停火止战。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避免事态升级。 目前国赶同盟军与国防军已在老街对峙多日,同盟军一方应推进顺利,信心高涨,占有一定心理优势,近几日对老街围而不打,一方面是让部队进行休整,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争取谈判机会。 政府军方面地面力量不占优势,但有能力对老街外围民地武进行空中打击,不过空中打击恐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对政府军来说,双方决战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一旦失败,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连锁示范效应,带来更严重后果,因此,和平谈判也是最佳方案。